我们实在是需要有光 不然都是我们找别人找五年还找不到 别人见到我们就关手机 见到我们就赶快接触接电话 上礼拜我们的问题 约翰文一章里面有五件重大的事 然后这五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有第二个目的 这样子我们时间是要控制 有的时候后面常常时间很紧张 所以请你的话 我们时间请回答 你直接就可以讲 请你时间要注意一下 原则上三分钟 你只要简单的回答 这五件事 一二三四五 哪五件事 第二呢 也直接的回答 这五件事有一个总目的 其实一句话就说 那总目的是什么 这样清不清楚我的问题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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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翰福音一章启示啊 以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做了五件事 那第一就是创造 那第二就是成肉体 那第三就是救赎 第四呢 它是石膏 那第五就是建造 那在这个时间里面 第一个所谓的创造 创造呢 就是神代庆了万物 那创造意思就是称无为有 创造的目的是要产生一个容器 来承装神 这些细节的部分就简要了 当然时间会有很多 那第二 第二成为肉体 就化成了肉体 目的就是神要被带到人里面 神能够与人能够成为一 那在这里神 基督不但成为肉体 而且呢 他是赴了独生子也把神表明出来 那就是基督他不但化成肉体 而且他也是生命也是光也是恩典也是实际 将这些呢带到人里面 而灵及人 使人能够认识他 那第三个就是救赎 救赎就是基督成了羔羊 上了十字架 就是为了除去世人的罪 了解救赎 那第四个工作就是呢 他成了羔羊之后 接着就成为鸽子 就是那灵 那灵呢就是要将神带给人做生命 以神的所事来涂抹人 将神带进人里面 将神带进神里面 那是信徒能够在神里面 能够连结在一起 那今天那灵就在我们里面 做这个施高的工作 那灵今天不只来重生我们 分次生命 变化连结并且建造我们 我们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 那第五个 所谓的建造 在前面四个工作之后 有个建造 建造可以说是神最主要的目的 在已过的永远 神只有神性 却没有人性 在将来的永远 神不但有神性也有人性 神性是为了神子 是为了把祂的生命带给我们 那神要穿上人性 为了是呢 在人性里面建造神活的居所 神不愿意住在神性里面 神的意思要住在神性里面 所以要住在人性 所以这个人性才能够成为神的居所 所以看见在已过的永远 神只有人性 所以祂要穿上永远 祂只有神性 所以祂要穿上人性 我们的生命和性情 而我们人呢 本来是只有人性 却要成为神的儿女 穿上神的生命和性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与神 建造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 在永世里 与祂同享永世的福本 可以